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共服务创新小学堂 您给我15分钟 我们教您一个创新新观念 今天我们小学堂的节目 非常荣幸邀请到 国立台南大学的 吴宗献吴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实在是非常荣幸 这个在您百忙之中 邀请您来 在我们小学堂的节目 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动物共好 对 而且我知道说吴老师 从踏入学界这十多年来 一直在从事这个倡议 动物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机会非常难得 邀请到我们国内专家中的专家 不敢不敢不敢 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题目 那我想我们虽然今天在谈这个 怎么样跟动物共好这样的一个主题 不过我还是一开始想要请吴老师花一点时间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到底动物保护议题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好 谢谢 各位好朋友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动物保护的这个议题 那我们一般的朋友都会觉得动物保护好像只是狗狗猫猫 因为很多人知道我做动物保护工作 他们很容易就就以为说你家里有养狗吗 有养猫 有养宠物很有爱心 但其实动物绝对不是只有狗狗猫猫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面向 但是我在讲这几个面向之前 我想我先提几个观念吧 我们在动物保护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动物保护其实可以把它区隔成三块 我可以这么说 一块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做动物保育 保育动物 那另外一个我们把它称作动物福利 那动物福利可能大家就比较少听到 那还有一个是动物拳 动物拳其实就更少被听到 这三个观念其实都可以包含在所谓的动物保护里面 那动物保育基本上指的是 我们一般比较理解 就我们有一个大环境 那我们人要跟动物一起在大环境里头生活 衍生动物我们希望不要破坏的棲地 让它能够长久的存续下去 那我们的子子孙才能够继续的看到动物跟动物一起共好 我们把这种观念从整体观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把它称作是所谓的动物保育 动物福利是另外一个观念 动物福利是从动物个体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不要让动物受苦 那个福利两个字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正向 但是其实动物福利的这些学者专家其实只是要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倡议 就是希望动物在跟我们人被我们人利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要造成它过度不必要的痛苦 我随便举个例 像是我们在做畜牧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比较好的畜牧的方式 不要让它挤在非常拥挤的空间里面 在屠宰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考虑到先自婚之后再屠宰 这个其实都是所谓的人道的方式 就是动物福利的一个概念 那动物群概念就是就比较理想化的 只要任何一个议题只要跟权力这个群有关 那可能更多的是 我们可能不能够把动物 关在所谓的动物园里面去沾眼等等 因为它有它的个体的权力 那我们这么多的不同的观念 同时其实都会被包含在动物保护的 这个大的框架里面去 那目前在台湾的话 就是我们有野生动物保育法 也有动物保护法 它其实都可以试作是 动物保护政策这么大环节下面的一环 因此呢概念不同 保护的动物可能也就不太一样 保护动物不太一样 它的实际上需要的措施也就不太一样 是是是 大概是这样 谢谢吴老师非常详细的解释 我想大家听完就更了解说 原来动物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融合了三个次要的这个概念的内容 分别是动物的保育 动物的福利 还有动物权 这样的概念 那像刚刚最后吴老师有提到 我们有两部的这个立法 野生动物保育法 跟动物保护法 那这个基本上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是 动物权 我们国家重视这样的一个权力的体现 所以才特别用立法这样高强度的一个上位的政策的层级 来推行跟落实这样的一个理念 对 我想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 因为台湾在这一方面就是蛮先进的 对对对 那谈到这里呢 我就接着想要请教吴老师 您这么多年来在推在台湾这块土地推动动物保护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有没有遭遇到哪一些困难点 有 其实这个任何做社会运动的苍蝇其实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那我想我把这些困难大概做一些分类 那我想我这么做好了 就是我把我顺道再介绍动物保护法里头怎么去规范动物种类 然后我再顺道提一下每一种种类的动物 它可能碰到的困境大概是哪一些 那第一种种类我们把它称作是同伴动物 其实一般我们会把它称作宠物 那但是我们做东保护的人 我们通常会把它认为是我们的campaign 我们叫做同伴campaignanimal 那同伴动物这个议题遭遇到比较大的困境就是 因为我们很多的民众都有养宠物 因此它其实对于狗跟猫 甚至于其他的宠物现在越来越多 可能有兔子天主鼠 对这些动物其实比较会投射一些自我的感情在里面 那因为投入比较多的感情 所以就很有可能对于立法过程 就会把它标准拉得比较高 那标准拉得比较高 可是我们的执法的系统 却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会让那个法律 有时候会有一点这个形同虚色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一方面 把标准变得比较合理 二方面我们必须强化我们执行执法的能力 这个是我们第一种动物 我把它称作是猫狗 这种所谓的同伴动物的议题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要看的是经济动物 在西方也有人把它称作fung animal 就是所谓的这个农场动物 那农场动物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需要动物的产品 拿来做食品或者是拿来做衣物等等 那我们需要动物的皮毛或者是它的这个鸡蛋 就它的产制品 它的肉 那因此我们在大量消耗的状况下 已经形成一个产烈链 那个产烈链其实有时候就会造成动物的剥削 那这个部分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一般民众 或者说这个畜牧相关行业 意识到说我们这样继续用比较剥削的方式去剥削动物的话 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东腹力的破坏以外 它也会造成我们人类环境的这个恶化 这个是有关经济动物的部分 那第三部分我们如果从野生动物来看的话 野生动物的这个问题其实常是在棲地 棲地的不足 以及我们人类对环境的开发 然后还有一些部分是跟人的文化有关的一些议题 譬如说野生动物它骤裂 它可能会跟原住民文化可能会有一点点的 这个相互的冲突 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在讨论野生动物议题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的一些状况 这是第三个面向 那还有一个面向 譬如说野生动物或者说展演动物 就是它到底一只动物它应不应当被放在 我们所谓的这个展演空间里面 动物园等等 然后这个我们在宗教它可能有一些放生的行动 它的放生会反而破坏了这整个环境 造成一个新的一个购买这个鸟啊 购买这个蛇啊等等乌龟啊 这个都常被放生的动物 造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链 那这个其实也是不健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包括同伴动物 包括农场动物 包括野生动物 我们还有其他一块就是实验动物 我们为了要让人类的生活过得更好 包括药品的研发化妆品等等 就其实会常需要用到实验动物 那实验动物也跟刚刚经济动物的状况一样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产品 虽然说不是直接拿动物来做产品 而是它必须被做实验而产生的产品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利用它的过程当中 像实验动物有非常著名的3R原则 我们必须reduce refine 还有就是replace 就是我们取代 然后减量 然后精致化 让动物尽量的不要被抓来实验 实验的过程当中尽量考虑到它的痛苦 用比较不痛苦的方式来做实验 这个其实都是未来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问题是它各自都有各自的困难 是是是 我们逐渐的克服它希望 那吴老师既然谈到这边 因为刚刚提到 其实我觉得动物跟人类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人类好像站在一个 优势的地位 利用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我们一方面在情感上面投射 二方面呢 我们又要截取它的经济价值 对 再来呢我们要掠夺它的棋地 然后再来呢我们又要有它的娱乐价值 对 或者是我又要从这边去了解去实验 甚至有一些教育 对 这等等功能 就是人类跟动物之间 感觉过去一直以来就是有一点剥削的关系 对对对 那之后回到这个动物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因为针对不同的动物的类型 其实遭遇的这个保护的困境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吴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 就是在台湾针对这种不同动物所遭遇的不同的困境 在保护的这个课题上面 我们有哪一些作为 然后来做一些突破 好 我想这样子 就是我自己谈一谈 我自己过去我们倡议的过程的一些主张 然后二方面我也提几个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创作 创新的一些方法 创新小学堂嘛 有些创新的方法觉得挺好 我跟各位分享 就是过去我们非常辛苦的在这十年当中 就我自己现在担任理事长的这个关系学协会 我们成功的推动了 在我们的农业部下成立了一个动物保护师 过去我们在动物保护这个工作上 只有一个科 而且这个一个科里头人数其实非常少 不到十位的同仁 那现在我们这个 一个动保护师他分成三个科 那这三个科里头各自有各自专属的专业 包括我们刚刚讲同伴动物 实验动物 展验动物 经济动物等等 有人各式其职能够把它管起来 这个是我们很辛苦在努力的工作 因为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件事的原因 是因为大众都知道动保很重要 但是其实只要一谈到怎么去做 谈到那个细节的法令的设计跟组织规范 组织设计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有点近而远之 因为那个东西太难 但对我们学公共行政的人来说 我们会觉得这样很有成就感 是 透过我们的专业去让实际的政策能够变好 那另外我想提两个有趣的案例 也是我非常尊重的 非常尊敬的两位专家 其中一个就是有关石虎这个议题 石虎这个议题 台湾现在已经慢慢的被认知到台湾石虎的 树木越来越少 受到棋地破坏等等的问题 鹿沙等等问题 所以树木越来越少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记得我跟有一位陈美丁陈老师 陈博士 我们大家都称他陈老师 称他石虎妈妈 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他过去有跟我说过 他以为要替石虎争取陆权的方式 就是要去跟政府抗议 不要开陆 后来他才发现说 其实光是不开陆这件事其实很难 为什么 因为农民需要把他的生产的产品运输到大都市去行销 去贩卖 所以我们不开陆 其实有点程度上就是要去影响到当地的生计 那怎么办 这个石虎妈妈陈美丁老师 他就做了一个努力 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协会 那这个协会做什么事情呢 他帮忙当地的老百姓 帮当地的农民卖所谓的石虎米 是有机的 然后把他变成一个品牌 那因为他是一个品牌 所以他就可以卖得比较好 那当他卖得比较好的时候呢 他就有足够的钱收回来在当地 就是NGO这个石虎协会里面 然后去补贴当地的农民做什么事情呢 让当地的农民 可以把他们的鸡舍 农民的鸡舍给他盖起来 就是让石虎不容易侵入到鸡舍里面去 那石虎不容易侵入到鸡舍里面去的时候呢 这个农民对于石虎就不会那么讨厌 不然以前可能这个农民看到石虎 是搞不好是要除枝了或快 那透过这种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我们叫做社会企业 透过这种方法非常了不起的 一方面保护了当地农民的生计 二方面保护了石虎 三方面也保护了当地的环境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有机米 有机米就可以不施农药 就可以让当地的浅山环境 得到更好的保护这样 是 这个蛮有趣的一个例子 就用社会企业这样的一个机制 然后建立一个保护石虎的 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称呼 叫做生态系统 对 就从石虎的生存权 然后连结到这个农民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经济作物 或者经济动物的保护权 对 然后同时呢 也兼顾了这个所谓的经济收益上面的一个连结 再把这个收益 可以藉由这个NGO或者是NPO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社会企业这样的一个组织 产生收益之后去做一些补贴跟串联 对对对 然后把整个保护的体系给建立起来 对对 我想其实过去这么多年来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都做了蛮多的一些事情 在投入这个领域上面 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石虎妈妈之外 吴老师还没有其他的案例要跟我们分享 有还有另外一个案例 也非常有意思 有一个作家叫做杨环靖 那这位作家 过去是作家 那我记得他是跟我说他到了法国 就发现当地的这个老先生老太太 在乡间 他们用自己的环境去养母鸡 那母鸡下蛋之后 这个就有人来收这个蛋去卖 那这样 他发现这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系统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经济动会被剥削的原因 就是因为经济效益的原因 那大公司他很有可能 因为顾不及生产效益 顾不及动物的福利 但是如果是一个爷爷奶奶 他通常他会把这个母鸡当作自己的宠物在照顾 所以给他的这个环境一定会比较好 那基本上也不会去用什么 不太需要去用消毒水 不太需要去用抗生素等等 那生产了鸡蛋之后又可以卖到市面上 那因为市面上可能是东福利鸡蛋 所以他价格又可以卖得稍微高一点 那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系统 所以后来这位杨环靖老师 他有回到台湾也在台南也在推动这件事 就是让部落原住民部落 或者说让这个乡下的爷爷奶奶 他们可以生产 就是透过刚刚类似的方式生产鸡蛋 同时又兼顾了东福利 又兼顾了爷爷奶奶的心理的需求 因为这个小孩子都出去都市工作了嘛 兼顾了爷奶奶这个心理的需求 那同时又有一些一些经济收益 又能够回过头来产生一个新的系统 当然这样的系统要完全的取代 我们讲的这个传统的这种系统是很难的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趣的 可以去提出来跟大家讲一个社会企业的案例 是是是 其实这个系统要能够运作 其中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环节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 对 因为消费者他也认同 就是所谓的动物的福利 然后让他们愿意 这个从荷包里面掏出比较高一点的价格 去买取这所谓的一个福利档 对 那像那个有时候我跟我太太 去搭卖场购物 购日用品的时候 我们就会买一些这个家里的这些吃的用的 那特别是在买鸡蛋的时候 那我太太她就愿意多花一点钱 去买这些友善的这种环境里面 所生产的这种福利蛋 是是 所以消费者观念的这种 就是知识理念的一个改变 是促成这整个运作体系 一个也是蛮关键的地方 我想这个也是过去几年 这个中线老师 在这一方面议题里面倡议 蛮重要要努力的一个关键点 好 最后呢我想要再跟您请教 刚刚我们谈了这样的一个 台湾的动物遭遇的一些困境 那你也提到了说 我们目前社会上 在台湾这些各个角落 大家都拼命的去想出一些创新的方法 结合政府跟民间的力量 大家一起去做这个动保的工作 那如果说回到我们刚刚最后谈的那个点 从个人这个角度来讲 也呼应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们怎么样跟动物共好 那以您的观察来看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来实现 让人人都能够在生活中 做动保的这样的力量 好谢谢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一听到说 你在做动物保护公共政策的工作 他直觉就会想到说 你们这个太专业了 动物保护本来就是一个专业 然后动物保护 因为我们要倡议 倡议常常会涉及到立法游说 所以要去认识立法游说 常常涉及到法规修正 所以要去设 就是要去思考 这个法规的条文怎么修正 甚至要去做调查 我们要知道民意调查 知道民众的意见等等 甚至我们要到第一线去看厂商 一般农民是怎么去去募的 这些工作其实的确很专业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那么紧张 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没有那么难 我们很多人其实可以从生活当中 就可以来落实动物保护工作 刚刚主持人廖老师有特别提到说 购买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买好的而不要买比较不好的 就买东福利的产品 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 我举例来说刚刚讲的这个母鸡 就东福利鸡蛋 它事实上是有标章的 台湾东社会研究会 其实就有做了一些标章 我们可以在家乐福的传统的市场里头 就可以看到这个标章 我们可以买这个有标章的产品 我们等于是支持这一些愿意创新 愿意重视福利东福利的这个厂家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行动 我自己所属的光泰生命协会 我们也有一个标章 各位可以查得到 叫做兔兔不哭 兔兔不哭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实验动物常常是拿兔子来做实验的 兔子的皮肤很敏感 兔子的眼睛非常脆弱 我们用他的眼睛 用他的皮肤来测试化妆品 测试一些化学药品 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多的厂商愿意生产 不用动物去做实验的化妆品跟化学产品 因此我们有一个标章 兔兔不哭这个标章 这标章里头的厂家 基本上都是没有用动物来做实验的 如果我们试着购买这样的产品 也是对于少牺牲动物这个概念 也是多一些支持 那另外就是 各位应该有注意到这几年 有拍好多好多的跟动物相关的影片 生态保护相关的影片等等 那事实上我们愿意到电影院里面去多看 事实上就是给这个导演 给这个相关的这个从业人员 就是电影的从业人员 也是给他们一个支持 让他们未来能够针对动物拍出更好的影片 我想这个部分 也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就可以做的事情 是 好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必须要到这里告一段落 不然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我还有好多问题 想要进一步的请教吴宗献 吴老师 不过今天其实已经分享了 非常非常多好的一些观念 那这个非常感谢我们观众朋友 今天的一个收看 那下一次再准时收看我们小学堂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感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